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学佛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放下 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身体放下的 但是我们的心灵呢 还是没有放下 挂碍很多 因为心灵它没有离开 那种人世间的红层和没有离开五欲 六层 所以要变得心中污染 要变得寂静 要变得寂静 那么就要光明星 所以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明白了 有为而无不为 这样你就进入了空迹和妙查制 妙查制 这样的话呢 你就等于让人间的一些警觉啦 感觉啦 专注啊 体会啊 放松啊 让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行住坐卧 都融入了这决性的光明之中 让自己的一生都会融入这决性的光明 你就离苦得乐了 在这里师父跟大家稍微做个解释 有为而无不为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 做了好事 我们学佛啦 不要去纠结在我学佛啦 我做好事的上面 做了就像没有做过一样 那么慢慢的呢 你就会心中对自己所做的东西 慢慢放下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对你好过了 我没有必要把它记在心中 因为人家都会感恩你的 你没有必要把你曾经对别人的好处 记在心中 那你就会等着别人的回报 如果等不到回报 你的心就会非常痛苦 所以不要去专注它 很多时候要放松 我们每天做什么事情 都要融入决性的光明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做的 本觉就是觉悟的光明星 比方说有觉悟的人 我们给别人做点好事 那是应该的 我们帮助别人 说明我们还有能力呀 这就是决心 不是说我帮了你了 我要等到你的回报 所以你整天的等着回报 你就不能离苦得乐 所以要经常关照自己的念 就是观念 所以经常我们人间讲 你这个人观念好不好啊 观念对不对啊 这就是你关注自己的念头 然后产生的一个正念 就是你为人处事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修行人和一般凡夫不同的之处呢 就是我们心念不一样 你看我们心念 学佛人总是想着为别人 总是想着怎么样来救度众生 怎么样做好事不留名 怎么样慈悲众生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而不是整天做了点好事 生怕别人不知道 喜欢自摧 实际上 这就是你的明觉和明察 自己做点好事 马上就觉悟 我应该的 心里很明白 做一点好事 马上就察觉到 我不能有骄傲心 我本来就应该为人家做的 叫明觉明察 所以正念 现前 经常有明察明觉的人 正念现前 就努力的 就会关照自己了 关照自己就是经常的 看着自己的行为 改正自己的 内在与外在的观念 内在的观念是什么 就是你心里想的 别人不知道的 内在的观看到的东西 产生的念头 比方说心里想的 我凭什么对它好啊 有观吗 对啊观 产生的念头 我没必要嘛 那就叫内在的观念 外在的观念呢 我看到这个人很可怜 我很想帮助他 那外在的观念 和内在的观念 你都要修正 都要正确 凡夫 是不管自己的心 和管不住自己的心 外面一看 这个人应该帮助的 但是呢 心里一想 我自己还没帮助好自己呢 那么好了 意念 由内在的观念 取代了他外在的观念 那么这个 好事就没去做了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我们不能随着世俗 他这种红尘当中的 这种观念 而随波助澜 就像海面上的浪花一样 成和佛 实际上都是在你的内心 所以佛菩萨让我们的心念 要注意 有几个关键的重点 菩萨让我们要记住啊 你要怎么样修正自己的心 第一要常问自己 你有否贪心啊 你做错了多少 你今天做了多少 不该做的事情 你今天恨过了 多少不该恨的人 你的心散乱了 你今天有没有宽大的胸怀 你今天的心是不是精进了 你今天有多少 是因为你杂念 影响了你的正思维 而你用自己内心的观念 来解决它 解脱了自己的 不正的观念 所以 菩萨让我们 常观自己的内心 一个修行人 一有念头 就要观照这个念头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念头 随时出来的 心中出现了 贪嗔痴 散乱狭小的心念 然后不安稳了 不解脱了 你的分辨意识 也开始糊涂了 分辨不出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了呀 所以你看一个人 如果良心 平时还可以 但是问题你 一有分辨意识的 自私狭隘 散乱 或者贪嗔痴 你马上就分辨不出 这件事情是善的 还是恶的 明明你应该做好事 种善奉行 你说 我现在 修自己 我自己还没修好了 我怎么帮助别人 你马上就消除了 自己的善念 你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恶念 慢慢时间长了 你就恶念随身 所以我们要把 不干净的念头去除 转成敬念 就是干净的念头 我们要制止任何 不善的心事 心里的意识 你看我们在马路上 看见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在那里要饭 或者要一点点 扣引 要一点点 分闭 钢盆 你如果是一个善良的人 哎呀 真可怜 你不就是 做一件善事 但是有的人 他的意念控制不住 他不善的 心里的意识 产生了 就是说 这个人 肯定是好好工作 不工作 肯定要么喝酒 要么吸毒 所以才造成他今天这个样子 我给他干嘛 我给他 他说不定要来这点钱 他又去做坏事了 你的心事 产生了变化 所以你的 善良的行为 随之 所以师父叫你们 平时的一指一观 就是修行啊 你一个行为 你一个观念 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就是在修行啊 你往好的地方想 你就是善人 你往不好的地方想 你就是恶人 所以要进化心灵 就是进化自己内心的灵魂 这心灵就是内心的灵魂 自己的思维啊 心事 所以 我们人有时候在一念 一时一瞬间 啪啪啪啪 脑子里啊 千变万化 刚刚想去做一件好事 不要不要不要 哎呀 多一件事情 不如少一件事情了 哎呀 这个万一人家 污蔑我怎么办 你这种意念 在瞬间 可以产生千千万万的 杂念 杂念横飞啊 千变万化 你就失去了 正常的 对事物的态度 观念 所以叫失去常态 所以你去看一个人 在吵架的时候 他平时是不吵的 他平时是不吵的 为什么到时候发脾气 他就会 骂人 就会吵架 因为他失去了 常态 什么叫常态 正常的心态 所以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没有正常的心态 他就拥有了杂念横飞 那么你的起心动念 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起起灭灭 起起灭灭 一会儿一个好的念头 一会儿又灭掉了 一会儿一个杂念 一会儿又灭掉了 就不停地在生灭当中了 所以佛法为什么说 我们人的意念 一念善 就是佛 一念恶 就是魔 他就是不停地在生灭当中 所以起心动念 无止无尽 你说一个人说 我什么都没想啊 如果你跟一个朋友交朋友 他还在发呆 你说 你在想什么 只要对方跟你说 我没想什么 他就在撒谎 因为人的念头 在无数的生灭当中 变幻非凡 佛陀早就告诉我们了 人的意念 生灭变幻非凡 所以我们要以心制动 就是说你的意念 杂念从你的内心生出 那么也是要用你的心 来支持他 这个念头 举个简单例子 你刚刚想吵架在家里 但是你一想 不能吵 现在不能吵 现在吵架 我不像个学佛人了 过去可以吵 因为我没学佛 我的境界不高 现在学佛了 不能吵架了 我要尊重别人 那么你 一个恶念吵架 是不是你心生出来的 那么你不能吵架的心 是不是也是内心生出来的 用你的内心的正能量 来压制着 你内心的 所生出的那些负能量 那你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以心 来制你的动物 所以任何事情 要心静 它会自然 心静自然 就是心要静下来 心要干净 你的染拙就会少 你去看很多人 不贪的人 不贪的人 他的心很安静 很干净 他哪来染拙啊 人家说外面好得不得了 我没关系 他说哎呀 这个东西好啊 哎呀 大家都去买啊 没关系 我够了 我就这样了 这种人叫无染 如无你而不染 就是这个道理 如无你而不染 所以很多人 不停地在人间呢 贪啊 撑啊 吃啊 中国传统文化说 命力有时终须有 命力无时莫强求 所以有些人 他虽然没学佛 但是他知道 我今天有了 该我的 一定是我的 不该我的 我去强求得来的 最后也会失去 所以不要去 强求那些 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就不是你的东西 所以要学会事实地放弃 很多东西要学会放弃 放弃是一种智慧啊 不贪就是一种智慧啊 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们 担经节律时 你有时候会得到 曾经想要得到 而又没有得到的东西 哎呀 动足脑筋啊 我一定要得到它呀 我一定喜欢啊 我就喜欢这双房子啊 这个汽车呀 或者人间的任何物质 或者人 你没得到东西 你想得到 你放弃了 不要了 他反而会得到了 你拼命的 想去得到它 你最后失去 这就是这个世界 该你的就是你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那是一种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